路加福音第八章 以后,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宣传天主国的喜讯。 同他在一起的有那十二门徒, 还有几个曾富过恶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 有号称马达勒纳的玛利亚,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 还有约安娜,即黑洛德的家宰顾撒的妻子,又有苏撒娜,还有别的许多妇女。 他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 那时,有大伙群众聚集了来,并有从各城来到耶稣跟前的。 他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子的出去撒种子。 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践踏了,并有天上的飞鸟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上,一长起来,就干枯了,因为没有湿气。 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同他一起长起来,把他窒息了。 又有的落在好地里,长起来,结了百倍的果实。 他说完这些话,就高呼说, 有耳听的,就听吧。 他的门徒问他这比喻有什么意思。 他说, 天主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 对其余的人就用比喻, 是那看的却看不见, 听的却听不懂。 这比喻的意思是, 种子是天主的话。 那些在路旁的, 是指那些人听了, 随后就有魔鬼来到, 从他们心中把那话夺去, 使他们不知信, 从而得救。 那些在石头上的, 是指那些人, 他们听的时候, 高兴地接受那话。 但这些人没有根, 暂时相信, 一到试探的时候, 就退避了。 那落在荆棘中的, 是指那些听了的人, 还在中途就被挂虑, 钱财, 及生活的义乐所蒙蔽, 没有结出成熟的果实。 那在好地里的, 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 倾听的人, 他们把这话保存起来, 以金人结出果实。 没有人点上灯, 用器皿遮盖住, 或放在床底下的, 而是放在灯台上, 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明。 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成为显露的, 没有秘密的事不被知道而公开出来的。 所以, 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 还要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从他夺去。 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他这里来了, 因为人多, 不能与他相会。 有人告诉他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 愿意见你。 他却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他们说, 我们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便开了船, 正在航行时, 他睡着了。 忽然有狂风降到湖上, 进入船中的水, 使他们处于危险中。 门徒们前来叫醒耶稣, 说, 老师老师, 我们要丧亡了。 他醒起来, 斥责了狂风和波浪, 风浪就止息平静了。 所以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德在哪里? 他们又害怕又惊奇, 彼此说, 这人到底是谁? 因为他一出命, 风和水也都服从他。 他们航行到格拉撒人的地方, 就是加里雷亚的对面。 耶稣一上了岸, 迎面来了一个那城中附魔的人, 他很久不穿衣服, 也不住在家里, 而住在坟墓中。 他一看见耶稣, 就喊叫起来, 贵符在他前大声说, 至高天主之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求你不要磨难我。 因为他曾命令邪魔从那人身上出去, 原来邪魔已多次抓住他, 他曾被铁链和脚料捆腹起来, 被看管着, 他却正断锁链, 被魔鬼赶到荒野中。 耶稣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金鱼。 因为有许多魔鬼进入了他身内, 魔鬼求耶稣, 不要命令他们到深渊中去, 在那里, 有一大群猪在山上牧放着, 魔鬼就恳求耶稣, 许他们进入那些猪内, 耶稣准许了他们。 于是, 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 进入猪内。 那群猪就从山崖上直冲到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看见发生的事就逃去, 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 人就出来看那发生的事。 来到耶稣前, 发现脱离魔鬼的那人穿着衣服神智清醒, 坐在耶稣跟前, 他们就害怕起来。 那些见过这事的人就对他们述说, 那附魔的人怎样被治好了? 格拉萨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稣离开他们, 因为他们十分恐惧。 他便上船回去, 脱离魔鬼的那人祈求耶稣, 要同耶稣在一起, 但耶稣打发他回去, 说:「你回家去吧, 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 他就去了, 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 耶稣回来时, 群众就迎接他, 因为众人都在等候他。 看, 来了一个人, 名叫亚伊洛, 这人是一个会堂长, 他跪伏在耶稣脚前, 求他到自己家中去, 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 约十二岁, 快要死了。 当耶稣去的时候, 群众都拥挤他。 有一个妇人, 十二年来患血漏病, 把全部家产都花在医生神身上。 却没有一个能治好他。 他来到耶稣后边, 摸了摸他的衣服碎头, 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谁摸了我? 众人都否认。 伯多禄说, 老师, 群众都在拥挤着你。 耶稣却说, 有人摸了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 那妇人看不能隐瞒, 就战战兢兢地来跪伏在耶稣跟前, 把自己摸他的缘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 在众百姓面前都说了出来。 耶稣虽然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得救了你, 平安去吧。 他还在说话时,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必劳烦师父了。 耶稣听了, 就对他说, 不要害怕, 只管信, 他必得救。 耶稣到了那家里, 除伯多禄、 若望、 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 不让任何人同他进去。 众人都在痛哭哀掉女孩子, 他却说, 不要哭泣, 他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那些明知他已死的人就讥笑他, 耶稣拿起他的手来, 喊说, 女孩, 起来。 他的灵魂回来了,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吃的。 他的父母惊讶地出神, 耶稣却警告他们, 不要传扬这事。